香港海關在上月,即是9月28日 透過風險評估 在香港國際機場 檢選和檢查了一批 由香港寄出在西班牙的空運和油包 並在油包裏檢落了4萬克的懷疑受盤制入民 這個跟進進集之後 海關國人在同行和上環 檢落大批的受盤制入民 而經過裁判調查之後 我們更加發現涉案的人士 亦是涉及參與西班牙的活動 相關的犯罪得益是大到約2千萬 經過連串行動 海關機動拘捕了5天 分別是三男女 年齡是由27至41歲 總編以上的行動 香港海關共分部一男三女 年齡計圖27至41歲 並且檢獲160萬粒懷疑受盤制藥物 包括110萬粒狀藥藥物 整體懷疑受盤制藥物 或是市值大約5千萬粒 議案中檢獲物品的市值計算 是香港海關有多容易 脫罪大中非法出口受盤制藥物的案 透過被捕日子 多人和馬女的名下 通學到此的藥物和庫口 接收不同的內容 當中部分的選項 是相關犯罪活動的條件 包括用來支付有第2款創作 由於這種案件有機會涉及 一個科目的法律人員 我們不排除了部分的執行成員 是藏身在內地 我們會繼續中途 請前往辭民所人員